我们的第一位乡村演说家 他叫陈斌 他是一个为孩子重新回到自己家乡的人 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有请陈斌 你们看这是我爸爸种的菜 你们看 这是我爸爸养的鱼 那儿还有泥秋 上面还有我老爸种的葫芦瓜 这儿还有各种蔬菜 我老爸可厉害可厉害了 他就是个超级英雄 什么超级英雄啊 他就是个理工男 儿子空 儿子 你开始啥 你爸养的鱼 快过来 过来 今天中午就吃它了 我叫陈斌 大家都喜欢叫我大鱼 我的故事要从一次食品安全事件说起 2014年 我儿子因为过敏去医院检查 得知是食物龙肠超标引起的 这让我感到很愧疚和难受 想立刻回到孩子身边 但又不知道回去做啥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我接触到了鱼菜共生这个概念 鱼菜共生啊 它不是什么黑科技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老祖宗 稻田养鱼的一种生机版 我们用养鱼产生的肥水呢 把它进行处理以后 变成蔬菜的养分 你看蔬菜吸收以后 水变干净了 从前端还要流回我们的鱼池 实现了一个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种农耕智慧 既能够给孩子提供绿色健康的食物 又具备相当广阔的市场全景 还有啥可犹豫的呢 说干就干 于是我决定辞掉当时在广州所从事的软件开发工作 返乡创业 返乡创业这事我也下了很久的决心 万一我返乡创业投了之最后没有收入 或者是这个生意不好做怎么办 但是后来想着孩子现在这个年龄正需要父亲陪伴的时候 我就不管他成不成了 先回来陪着他吧 所以本次我演讲的主题叫 坚守初心 为爱前行 我三个菜 三个菜 三个菜 这个饭不是这样吃的 我还有个事儿要给大家 请大家帮个忙 吃账 还有啥事情大于白毛平衡 你先坐 先坐 听我讲 吃账 就是今天想请大家在饭前帮我个忙 你说啥都好做 就是我要去参加一个演讲 但是平生很难去参加这个很正备的演讲 还是有点紧张 所以请大家今天来 就是我想把我的那个比赛的这个稿子啊 讲一下 试试一下你们帮我提提建议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肚子都饿了是吧 我是啊 我现在还背不住 我拿个稿子看看 好 要得要得 要这么多钱 你们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 准备好 不是啊 你把筷子准备好 我的演讲的标题叫 看嘛 演讲的真的好 哎呀 真的好 演讲的真是我说你 站站站站 别说 站站站 我站 我稳定一下情绪 当时我就想着 能不能回到家乡干点啥 这样至少可以离自己的家人 亲近一点 这个感觉在宴殿 这个笑 这个花了 好像你自己都没了信心 听我讲 就是嘛 你自己都还没了信心 你拿着吗 听我讲 你们稍微安慕照 这个老老师就有点仲裁 其实对于纯米大哥 很多时候都是给别人讲课的 但是面对于我们乡村演说家的 这个演讲的舞台 他还是有些紧张 那么我们去看看 他的问题出在哪 我们给他帮帮忙 走 陈米大哥 你好 你好 你好专注 我原来说还蛮自信的 结果越来越找不到状态了 你多指教一下 我给您想了个小办法 咱就是多加练习就可以 我今天也给您准备了一个舞台 但是观众变了 不是您那帮朋友了 让他们再来看看您这个怎么样 我们再把这个在正式演讲之前 我们再练一练 找找状态 那我带你去这个新的舞台 走 太好了 看看 这个熟悉吗 我们都正在直播吗 每天都在直播 听到熟悉的声音 大鱼 每天都在直播 大家好 男男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 大家好 干嘛 这是我和男男商量的 给你提供的一个练习的场地 大鹏是不是熟悉 对 直播间是不是也熟悉 好久没来了 对吧 但是也是熟悉的 对对对 只有手里的这个演讲稿 是不熟悉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找了一个 你相对熟悉和放松的环境 让你来找找感觉和状态 同时呢 这个直播间当中的家人们 也给您来加加油打打气 同时指出些问题 看看咱们怎么再改进一下 好不好 好 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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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在当天的现场见了 期待您当天的表现 好好好 加油 好合列 谢谢 有请陈斌 大家好 在正式开始演讲前 我先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做农业难不难 难 我今天分享的就是我返乡创业的一个艰难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还要从2014年说起 当时我了解到一种新的农业模式叫鱼菜共生 就是一个系统中既可以养鱼又可以种菜 我觉得这个模式很好 因为这个系统中不能使用农药 我觉得是能够满足我们家庭需要的 然后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 我就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咱们新京 来做这个鱼菜共生项目的创业 回到我的家人身边 当然我做鱼菜共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还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在前几年鱼菜共生技术是非常陌生的 我的技术也不成熟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投产的时候 我放了几千斤鱼进去 第二天还有多少 第二天全不死光 这个对我的打击也非常大 但是呢我没有放弃 我继续去沉下心来去研究这个技术 去了解这里面技术的这些问题 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经过一段时间的摩爬滚短来 我对鱼菜共生的技术也相对比较成熟了 怎么样去做收入呢 这个问题也摆到我的面前了 当时正好是全国双创的高潮 我就把这个项目 鱼菜共生项目带到全国去打比赛 到处去比赛 希望来争取奖金来补贴公司 记得有一次我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拿了一个金牌 回来以后我兴高采烈地在我老婆面前得瑟 说你看我得金牌了 然后我老婆对我好一阵奚落 说这个东西还是有嘛 有吃不得活不得 他说的是对的 这个我面临一个重量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鱼菜共生技术做成熟了 怎么样把鱼菜共生的农产品变成钱 这个问题又摆到了我们面前 到底怎么样去做我们鱼菜共生的农产品的营销呢 因为我们鱼菜共生 它的这种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模式呢 它的成本是比传统的大田种植 土塘养鱼成本高的 因此我就没有传统农产品上行的通路 比如我去批发我是亏的 那怎么样去做呢 正好那几年正好遇到短视频和直播慢慢就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那我就积极地参与进去了 参与进去拍短视频 做直播不是那么顺利的 我记得我三个月时间拍了好多条短视频 粉丝是多少呢 粉丝是几十个 这个让我很气馁 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网红的命 在我最消沉的时候呢 突然一晚上有一个短视频爆火网络 然后一晚上涨了三万粉丝 这个自己当时非常激动 然后我们这个短视频当时挂了一个农产品 也卖爆了 这个让我产生了对短视频和做直播的 更坚定的信心 我说一定要走这条路 有了流量和粉丝以后 我就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做农产品的变现 难道我只能通过短视频和直播 卖鱼卖菜吗 我觉得应该不止 然后呢我就在想 我们一定要在生鲜农产品的基础上 做一些衍生品开发 你看哈 这就是我们开发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典型代表 你看我把生鲜的苦瓜 晾造成的甜美的苦瓜酒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尝试 这个产品呢 它就可以延长我们生鲜农产品的货架期 同时能够做到全国配送 当然我们不止这个产品 我们还有别的一些衍生品 除了衍生品以外呢 我们还针对鱼菜共生的这个特点呢 我们开发了科普研学 亲子教育和劳动实践课程 这个课程一推出市场呢 广受消费者的欢迎 大家听出来没有 我们通过短视频直播 已经开发了三个应用了 一个就是电商配送农产品 我们叫一产 衍生品开发我们叫二产 然后亲子活动这些课程 我们叫三产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农场 大家再思考一下 除了一二三产融合以外 我们还能做什么来增加收入呢 我突然灵光一闪 能不能把我这么多年 脑子中积累的这个鱼菜共生的龙技知识 把它挖出来 打包成一个课程 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来销售呢 好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赶紧开始干 我大概花了两个月时间 把我的这个鱼菜共生的这个龙技知识 打包成了一个课程 放到网上去 没想到半年时间 我们就实现了五十万的销售收入 那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四个收入了 我们是一个占地只有二十八亩的一个小农场 但是我们去年一亩地产生了十多万的收入 总收入超过了三百万元 这个我觉得还是做到一个小而美 回顾一下我返乡创业八年了 整个创业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 中间也有很多顺利的时候 也有很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但是呢 我没有放弃 一直在时刻 一直在坚持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地发展乡村振兴 相信我 回到你的家乡 回到你的亲人身边 做你最喜欢的事情 你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敏大哥 从IT行业到现在的新农业 您也说到了 您现在所处的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个变化跨度很大 除了决心以外 还有什么驱动着你 要来做这件事 一个是对家庭的一种关怀 第二个就是对故乡的一种热爱吧 还是激励着我去 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好 我们也来看看 给了你这么多热烈掌声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好不好 来 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想问一问问题的 来 这位 你好 你好 陈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鱼菜共生 它是一个真正安全的产品呢 还是一个这种营销的噱头呢 是这样 鱼菜共生呢 它的一个养殖系统里面 既有养了鱼又种了菜 它水体是连通的 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到我们农场来参观的话 你看到我们蔬菜的种菜槽下面 还有泥丘啊 还有虾啊 如果一用农药就会造成它的死亡 所以说鱼就是我们食品安全的检验员 保证员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噱头 好 那谢谢陈平大哥给我们带来的演讲 再次谢谢陈平大哥 我们先台下休息一会儿 谢谢